老伯伯好 卢太长好 你好 感恩南无大师大卫 九国九大广大林 感恩观世俊博长 感恩卢庆幸台长 我是1949年苏牛 苏牛是吧 1949年苏牛 你想看什么 我看身体部 哦 看一下 老伯伯你要当心哦 你的血凝度特别高 血凝度啊 血凝度 很高 所以你很容易手发麻 我讲的对不对啊 对 老伯伯你要记住 你很容易中风的 明白了吗 你的经常脚啊 会冰凉 而且呢 胸闷气急 听懂了吗 我关键就是 17年的时候 车子撞了 车子撞过了 你看 现在就是 一个眼睛 不太好 结果开骨头了 说我是青光眼 老伯伯 你有人托过你 你知道吗 是一个你的兄弟 你有没有一个兄弟过世啊 有 有 你跟他冤结很深 听得懂吗 你自己要懂得 要忏悔啊 明白吗 我每天在念 你不得忏悔 对啊 他死的也不是太好啊 他死的也很痛苦啊 明白吗 他上了癌症嘛 痛死 痛死的 所以我讲的话 你们都听见了 我每一次开法会 都是几千人 大家都听见了 所以我跟你说 人不要去欠别人 老伯伯 你知道上次拖你走 就是车祸 就是他搞的 他还会来把你带走 你不念经 他早就把你带走了 他还弄你很多的腰部 还让你得前类线 所以你小便不正常 滴滴答答 尿瓶尿急 我讲的对不对 有点 你现在一天念几张小房子啊 我一天两三张 你好好的 每一天念礼佛 要念五遍 我现在是每天念五遍 你身上除了她来 拉过你一次 你过去 你老婆今天来了吗 来了 蛮好蛮好 你欠了人家一个情缘 知道不知道啊 老实一点 你老婆应该也知道 但是你老婆应该对你也蛮好的 也不讲你 你老实一点 要还债 听得懂吗 还债听不懂啊 听得懂啊 像挤牙膏一样的 听得懂 要改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有一个人老盯着你啊 明白了吗 所以你自己要当心啊 年轻的时候你真的蛮花的 长得也很漂亮 眼睛看人这么看 好好念经啊 我告诉你 你出车祸的时候差一点点啊 命就没了 我告诉你 你这跟脊柱啊 出问题了 明白了吗 你的颈椎很酸痛啊 你明白了吗 你的右胳膊都不好啊 你的耳朵也不好啊 你自己要当心啊 你的血上不来 所以经常会头晕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我跟你讲了 你都要听师父的话的 好好念经 现在酒还喝吗 不喝了 不能喝了 肝都有问题 还好 你现在蛮听老婆的话的 其实你老婆长得也不难看 从你身上 我都能够看到她的图腾 脸圆圆的 比你脸大一点 心态还是蛮好的 就是喜欢讲你 对不对啊 长了吗 不是像你年轻时候 这么好看 但是随着年纪长大 你现在越来越难看 她修心越来越好看 台上我另外我问一下 这个我的小王子念得怎么样 你是几几年的动舌啊 我是四九年的牛 你是四九年的动牛 四九年的牛 四九年的牛 你是水牛耶 你要多洗澡多喝水 你的水啊 只在你脚的这个一半 一点点地方 你如果水牛最好上了一点水的话 你就发呆了发呆了 听得懂吗 你现在只在你膝盖骨 水只在你膝盖骨 说明你经济上还好 但是呢 不是太富有 就是这样 听懂了吗 听懂了 台长为什么这么厉害啊 你呢 有一点很好 你对爸爸妈妈都还是比较孝顺的 虽然爸爸妈妈当中有一个 你不是太喜欢 但是你总的来讲 还是很孝顺的 我说的对不对啊 好了 你还有什么问题啊 另外我问一下我 张母娘 张母娘 张母娘过世了吗 过世了 07年过世 17年过世了 叫什么名字 文是文化的文 对 王文 南 东南西北的南 王文南 你给他念小房子了吗 王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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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很好哎 哦 很好啊 在遇见天了 谢谢师傅 你张母娘 活着的时候很喜欢你 对 经常筛钱给你 你应该多给她念几张 我现在看到你张母娘 拿到的小房子都是你老婆的 你的很少 我还没有拜师呢 你没有拜师就不能念小房子啊 我念了 你不能还没有拜师你就不能念小房子啦 念了 现在念了 好好地念了 念 你讲好 好了没有啊 差不多 差不多了 来 来人啊 谢谢 吴京洪 台南 他临走还要叫我一下 我呀 你 我 你 我